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Kerry和機制回到香港 大家可能會很混亂 我們會繼續推出溫哥華片 但其實人都在香港 我們在3月初已經回來了 基本上會留到3月底 然後在日本玩幾天左右 4月初回到溫哥華 今次回到香港主要是 玩、探親、吃東西、探朋友、聚會 最重要是會見客戶 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樓盤資訊 有機會和香港網友或朋友面對面 我們現在定了3月18日 星期六 Kerry和機制住的酒店 旺角朗豪方旁邊的Honda C-Quartus 會議廳 我們會在那裡辦一個幾個小時的活動 中午1時至5時 是以分享 大家坐下隨便聊天 好像開放房間的形式 我不會主講某一個題目 反而我會想多方面 帶一些實際的樓宇資訊給大家 尤其是 我知道香港朋友 平時都會參加 很多 參加很多 香港的展銷會 一定會有不少 某些樓盤的新樓資訊 我今次都會特別帶多些二手樓資訊 例如3月18日的活動 我們會看看3月18日 那個星期 有甚麼是在市場的 例如 Nichotown Brandwood Vancouver Richmond Surie Downtown Condor Listing Townhouse Listing 徵選一些資料 和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隨便看看 有甚麼問題可以即場問 當然如果大家有二手樓賣賣流程 是怎樣做 律師各方面 我們都會有一個解釋 即是有一個方法 去解釋 給大家聽 有甚麼問題可以即場去問 另外 而針對樓花方面 我也知道 香港很多時展銷會 未必是每一個項目 都隨時有資訊 我這邊都選了一些 溫哥華這邊的大盤 例如之前都和大家在網上分享過 例如Amazing Brantwood Condor Oasis Antham Self Yard 或者在Richmond 一些傾建中的項目 以及一些未來 例如Polygon 在Metro Town 會有一個新盤 叫Perla Antham也有一個新盤 叫Citizen 這些樓花資訊 都會帶給大家 尤其是現在溫哥華發售中的樓盤 我都已經是 其實和發展商一些 比較熟悉的Sales 就約好了 拿好一些實際的Unit 的Plan 價錢 希望可以讓大家參考 以及大家可以做到決定 這個是我整個分享會的內容 鼓勵大家不一定要全部都1點到 可以分散在下午不同時間來 你們進來就會有很多資訊 可以看到 如果有興趣和Carrie說兩句 或者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坐下來聊一聊 這個活動是需要報名參加ROSVP 否則酒店那邊應該會控制人數 所以有興趣來的朋友 你可以上我的網站 Carriequite.com 那裡主業就有連結 報名參加 香港活動報名 然後就會收到 確認電郵 另外 我也知道 有些朋友 可能已經去到一個階段 已經很清晰 自己想要些什麼 想向哪個單位 買哪個單位 知道一些資訊 未必是那天有空 或者想單對單談 可以填上一張表 在主業上也會有 還有專人和你聯絡 和你約會時間 大約在3月15日至21日 這幾天 我們可以做幾個單對單的約定 明解有限 因為我其實有很多其他活動 很快離開 先到才行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我在拍這條YouTube影片之前 在我的Instagram 已經投過一次這個活動 所以其實已經有些朋友 是聯絡了這個活動 我見大家填回來的 form 都有一些東西想提醒大家 就是有不少的朋友 是外國人 是拿著 study permit 都想過來 我想知道下一步 要買樓怎樣 要告訴大家 其實很遺憾地 雖然政府現在針對 外國人的 band 已經開始了 也都聲稱說 有 student visa 就是那個 permit 和 work permit 這兩個 permit 是聲稱可以買樓 但是 政府出台了 那個 foreign buyer band 今年1月1日開始 外國人沒有加拿大身份 就不可以買樓 雖然出台了 study permit 和 work permit 是可以豁免 但其實那個條件是很苛刻的 基本上我想大家九成都是不行的 那我講一講 那個 exemption 條件又如何苛刻 那我會有五年報稅紀錄才可以買到 所以其實你手指一計 如果我有三年五年報稅紀錄 我都做了PR 都不會還拿著 Permit 所以其實可以很直接地回答大家 大部分的 study permit 和 work permit 的 holder 暫時是買不到 樓花現樓都買不到 要大家申請的PR 之後才可以買到 當然 如果你仍有問題想問 也歡迎你申請報名 我們可以面對面再幫你解答 講完正經事 就講一下我們今天吃什麼 現在又吃了 回香港就不斷吃了 我們今天終於由中餐轉為日本餐 今天這間餐廳覺得蠻特別的 和大家稍後走一個圈 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 因為是我朋友開的 而且對我來說最特別的就是 當初一四一五年的時候 因為我還在香港 經常有機會見面 吃飯、聊天 他都會告訴我 現在構思成怎樣 構思圖是怎樣 效果圖是怎樣 那時候已經很有興趣了 到真的 那間餐廳開業之後 很快一兩年都不到 我就已經移民了 所以其實沒有太多機會 在這裡吃飯 可以吃過一兩次 但一路他令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首先 他開在九龍城區 一間高端的日本料理 那為什麼要開在這裡 是很有趣的 是因為他們的家人 包括Cinni自己 和他家人 都不是很喜歡 經常去旺角 尖沙咀 中路環那些地方吃飯 那些太多人 他們喜歡在這些區域 靜一點的地方活動 但是又想在這裡 找一些很舒適 可以坐很久的 高級日本料理餐廳 最重要的是三和聚 是聚會 想要聚會的機會 好像今天Carrie 為何來這間餐廳吃飯 因為都是親戚聚會 我們家裡的親戚 在片舖不同地方 我和機仔在加拿大 然後有親戚在香港 然後有親戚在上海 終於經過疫情三年之後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所以其實很需要一個 好似隔離很靠近的餐廳 我就想到 不如過來這裡吃飯 這間餐廳很有趣的位置 就是上、中、下 基本上不是很大的平面 大家看到空間不是很大 但它分了幾層樓 我們現在和大家看看 這一層是隔離 要預約才可以有的 平時就不會說你walk in 可以開放營業 基本上全層是你自己的 然後就鋪了一張桌子 哇這件衣服會黏著 是 那件衣服有沒有事 它黏著了 上來這一層 它有一個TV 我想他們平時可以唱棋 之後就有一個長桌 大概可以坐到14至16個人 如果比較大 後面有洗手間 而最特別的 我覺得是有一個露台 在香港 要找一間有露台的餐廳 一定有的 不過就不多 來到這裡 大家一群人在裡面玩得很開心 有些人可以出來吹風 靜一點 而且它也是用了這些木柱來做裝飾 金屬來的 即是木紋的金屬來做裝飾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 九龍城這一區 其實香港沒有什麼 這些區域很空曠 即是比溫哥華 我們溫哥華隨處都可以遇到 很漂亮的景色 很空曠的地方 來到這邊 其實基本上都很密集 所以 可能它 我估計當初的構思 就是希望有露台空間之餘 又有些 privacy 不會說旁邊的屋 那些堂樓 看過來就知道 那些人去做什麼 所以 開揚得來 又有些 privacy 有些木柱 有遮陽棚 還有一些燈 我想晚上應該挺漂亮的 這個露台位都挺好的 尤其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獅子山 我們大家在獅子山下想 遇上 我們現在基本上來到地面 地面的話 我們去窗門口看看 這個一出來就是九龍城 大家很熟悉的 是九龍城 這條街就是福老村道 福老村道46號 簡直是整座的 這個Lot都是他們家族 他們自己建了一間餐廳 其實它是日本料理 所以它有壽司 有盧端燒 還有鐵板燒 不同層 吃不同的東西 再加上兩個 private room Hello Hello 你好 這層是盧端燒 然後上面那層是鐵板燒 上面那層是鐵板燒 上面那層是鐵板燒 二樓那層是吃盧端燒 好明白 這一層小小的主要是吃盧端燒 有個巴桌和餐廳 這邊開放式廚房 然後我們就上一上 剛才你說二樓是吃奧馬卡西的 這個就是奧馬卡西的 這一層就專門是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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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doing a quick filming 這一層它的設計和下面都不同了 我覺得它是再淺色的木色調 然後就奧馬卡西有些桌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private corner 這個可以關門的 這個可以關門的 它是玻璃門的 可以關門的 這個位置挺舒服的 和式風味 不是紙吧 是紙吧 是紙吧 然後這一層就是奧馬卡西 這間也是private room 這間比較小型 這間很靠近 這間可以坐到多少人 最多 都是8至10 這個跟下面的完全不同的感覺 這個就基本是更靠近 有沙發 也是有private洗手間 好啊OK 這個就是鐵板燒 剛剛我們看了 Ground的勞端燒 看了奧馬卡西 這一層都有兩張private table 這一層就是鐵板燒 好啊也是有一個chef's table 在這裡 搭檯位 OK 蠻好啊 好像當初做的效果圖一樣 很漂亮 OK 每層的設計都有點不同 其實我覺得奧馬卡西的層挺漂亮 這個木色 對 開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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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哪有一個人 人家會再來多一些 你先吃吧 你先吃吧 你每個人都不捨 來吧 感谢观看